喔雨婷歡迎歡迎歡迎 本遊戲還有暴力傳奇及怪蠻表現 本故事屬屬虛構與現實人物團體事件沒有任何關係 下雨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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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了警笛的聲音 身體不能動 眼前一片漆黑 這是怎麼了 我死了嗎 睜開眼睛看到的是一個白色的房間 就好像醫院的房間一樣 我躺在床上 我是誰什麼都想不起來 我上次記憶了嗎 在那裡住著一個女孩子 床上放著一個茶杯 是那個女孩子為我準備的茶嗎 裡面剩的是什麼呢 純牛奶 剩的純牛奶啊 我要正經配音 我要正經超正經配音 然後全身灌注 咳咳咳 請來嗎 兄弟姐 嗯? 兄弟姐 哪裡? 你是誰 你是誰 呃 難道是 記上次嗎 什麼的 哥哥 難道你把我事全部都忘記了啊 不會了不會了不會了 那個不能跟哥哥 怎麼會這樣啊 真的 真的嗎 哥哥 這也是我的事都想不起來了嗎 哥哥的名字是冠太郎啊 我的名字是李香奈 李香奈純牛奶 家裡 蹲死啃老祖 網遊廢人 什麼都不行的哥哥 的最喜愛的妹妹啊 為什麼會忘記了啊 這樣魔龍妹妹 特地來看完你稍微開心一點啊 那個 有想起來嗎 我都好吵了妹妹 吵 騙著妹妹說這樣的話好嗎 哥哥 哥哥被一輛車撞上了 真的是一點都不記得了嗎 還幸好是我第一個發信哥哥了 哥哥看上去像死了一樣的 因為我馬上叫了救護車 說真的救了一命也不誇張 說一聲謝謝怎麼樣 謝謝 但是哥哥好笨啊 你飯都吃不上啊 每天網網網路遊戲 永遠沉迷在身體的快樂裡 那麼大的人呢 還不願意一個人擊倒 因為討厭 不能和我一起一起 一直發不氣呢 呵呵 還是開個玩笑 哥哥臉色跟當真的一樣 幹我也當真啊 希望你真是抱歉啊哥哥 我們是兄妹所以拜託我們好好相處吧 成為好朋友 哥哥累的話不要勉強 我要回去啦 冰箱裡還有放純牛奶慢慢喝吧 那的話明天也會來看你喲 有想要買的東西嗎 即便有也不買過來的喲 那麼再見喲 自身是李祥奈純牛奶的女孩子回去了 她好像是我的妹妹 吳豪 看起來她明天也會來看我 幹你好好喔 明天能不能早點來呢 我還合想李祥奈見一面 欸 欸 欸 我們 表示我妹用我的手機加 加帳密來看黑羽直播 不好意思辛苦你了 你麻煩 還不想睡 嗯 有的儲蓄卡印章 好像有兩億日圓啊 是我的錢嗎 被誰知道就 麻煩了 好好的放好吧 儲蓄卡印章藏得起來 為什麼是儲蓄卡印章 這個我不懂啊 看你太丟啦 儲蓄卡印章太強太強 出行 出刷 沒有我覺得男主角的圖片很像女神 真的 挑戰 嘗哟 你妹妹又來囉 稍微等我一下 雷猶 換你妹妹,你會讓我來囉 好 哥哥,難道我哭了嗎? 哈哈,是覺得寂寞吧,對吧? 哈哈,過來哈哈 我們來的話哥哥就不行了呢 純牛奶好好喝過了嗎? 我用很少的零用錢去買的,不會扔掉吧 喔,剩下一點了,那我就開燈了唷 間接接吻 果然這個蜂蜜風味好喝的受不了呢 這個把那麼美味的東西給浪費了呢 啊,對了哥哥,想到外面看一下嗎? 去哪裡 快一下氣氛吧,一直關在屋子裡心情會低落的唷 怎麼樣,去吧去吧 喔,好天氣呢,看 哥哥稍微打起一點精神了嗎? 還有想起什麼了嗎? 我怎麼想得起來 這樣啊這樣啊,不要那麼著急,慢慢回憶就行了 哥哥我呢? 拿這個幫我丟掉 嗯 今天吃完了 我呢? 我怎麼希望哥哥回起來 有點新鮮和那樣的哥哥說話 不是蜂蜜蜂蜂蜂蜂 欸,對! 有重點 挑完下的 我們呢,之前關心不怎麼好 真的是不怎麼說話 但是哥哥失去 即以後有了一個這樣的機會 所以說就是這樣 我想和哥哥好好相處 跟哥哥的關係 改變關係呢 一起這樣聊天真是太好了 我對哥哥 哥哥最喜歡的呢? 呵呵,心動了 WTF,心動了吧 現在心跳很厲害唷 呵呵,果然氣動一下的哥哥好有趣啊 所以說 就算沒有記 也是這樣 這是哥哥的習慣 我餓了 哥哥不餓嗎? 我早上開始就沒有吃過飯 哥哥去吃個飯吧 我快餓死了,哥哥 不請我吃好吃的東西 是不行的唷 欸,可以嗎 為了可愛的妹妹 啾咪 呃,好 成功 不愧是哥哥 我們一起吃了晚飯 打得泡 不是啦 當然 有理相當最喜歡的辣麵 在我失去記憶之前 所謂的冷淡的關係 也朝著好的方向前進 我不是從何時起 一直在住室而離 想太點笑容 幹 而其他人 這麼多厲害 Layer 鬼 快走 你要吃 你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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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吃 我去吃 那你吃 放了這個世界瘋了 是欸筆記 以防萬一先放著好了 欸真的不知道這我倒不知道 吃蔥有餅囉 吃吃吃吃吃台 寶貞 是也算Bug一種言語Bug 用 好人講 電視在唷 我還是像往常一般精神飽滿嗎 只是一直會肚子餓 K 軟了啊 肚子餓囉 哥哥 能不能不要擺那麼失落的表情啊 所以說我覺得哥哥笑出來會比較可愛對吧 哥哥是男生女像 比附近的女人更像女人 話出來有女朋友嗎?我對這方面從來沒有問過呢 有的吧 欸? 真的? 比起這個還有更重要的事 我竟然是有話還要和哥哥說的 能替可愛妹妹拍優姐那一下嗎? 能不能稍微露出一點高興的表情啊? 她要幹嘛? 那麼哥哥,認真談談吧 我非常想去那所很棒的學校 是的,就是天才們聚集的地方 我也想過,這樣的我能行嗎? 即即便是這樣,我也會鼓勵自己 我也是非常聰明,而且也有學習努力的唷 這樣的話爸爸媽媽也肯定會很高興的 喜歡做主席 接下來是關於錢的話題 因為哥哥在管理我沒辦法自由的使用 做點服務,我每天都餓肚子呢 我覺得我應該有那樣的權利吧 想好好的和哥哥談一下 可以嗎? 需要的錢就要出去吧 真的,謝謝你哥哥 哥哥果然是值得依靠的人 幹,我覺得他應該是要錢 哇,這樣絕對要成為大龍武,為了幫助哥哥 好期待 他哥哥,這個男主角是有錢的 然後那個女的想要他的錢 從那天之後,李香奈就再也沒有來看過我了 沒一言沒一言,我等著李香奈,但是李香奈沒有來 我很擔心李香奈是不是遇到什麼的事故 或還是被捲進什麼的事件 我沒辦法再等下去,跑出了醫院 我拼命地尋找李香奈的下落 這麼早都找不到 不久,我調查了戶籍和家族 為什麼會這樣? 我沒有妹妹啊 我的家人知道去世的父親和母親 那我就知道 喔,有嗎? 我終於成了孤零零的一個人 有錢,爸爸留給我的 也許暫時還沒有問題 同時不得不一個人生活 好寂寞喔 但是這種日子到來了 我是早就知道的 睡覺 幹好可憐喔 我覺得好悲喔 還有Fuck 但是,我會預前是不是 再來,睡覺 或是關於幕 女生 這個時候,我現在做了一個人 的座礙 離間 莫名歸 OK 這是數個月之後的事了 我還竟然找到李香奈 毫不猶豫追了上去 我硬是抓住了李香奈的手 李香奈 春牛奶 幹什麼 不要碰我很不爽 啊 妹妹 哈哈哈哈 你是笨蛋嗎你還沒睡醒啊還是怎樣 哇怎麼可能是你妹妹啊 發什麼帶好噁心 學校 肯定是說謊的啦 我呢只是想要你的錢啦 被子撞上了你 即使有錢又是獨真 而且還喪失記憶 接著第一發現的是我 這個呢也就是說 裝作你妹妹騙了我很多錢應該是很容易的 這樣的話這不是一件我相當上場的事嗎 你還真是像電視劇裡說的一樣啊 輕而易舉就被騙了 真的吧 什麼 醒醒吧你才沒有妹妹 我也覺得像作夢一樣的唷 這麼樣 這樣簡單就把人給騙了 意外的很順利 呵呵被騙的一方也有錯啦 或許你同學你也被騙過 真的感覺很了解啦 什麼 真的保證一副受害者的樣子 你想死嗎 不想死 啊這樣啊 那個 應該真的很噁心 不要讓我看到你好 而且 一股什麼味道 你真的有好好醒過澡嗎 謝謝說明 得到的東西是不會還的 因為這是送給我的不是嗎 替你自己決定送給我的不是嗎 給別人錢的時候 又好好想想啊 也算是得到一次教訓吧 你因為你自己而變成這樣 我也遇到大問題知道嗎 我啊 依爸爸欠債的關係 開始了非常厲害的人生唷 超麻煩 又不是我欠債 為什麼我會遭遇這種事啊 我會這麼想 所以啊誰總可能 嘗到這種痛苦啊 這位不就是這樣了嗎 對吧 我呢 只是單純想要錢 因為要一個人生活下去 不然對吧 難道話就是一分錢也 也 都沒有也能想辦法搞定了吧 媽雖然很辛苦 但我們都要加油啊 爸爸現在有點精神了嗎 笨蛋先生 我已經打透他 我已經攻略他 你現在走了 我還在發爛 一直這樣子站著 因為 被說的那樣辜負的 被騙從前 我只能看著李翔在那裡背影 我 走了起來 我還不相信 李翔還真的是為了從我這裡 拿到我雙金流上的錢嗎 我還在相信著李翔呢 相信著 李翔已經 不會再回來 明明已經不會再喊我哥哥了 你在幹什麼呀 笨蛋哥哥 我看前面很危險的憂 李翔這樣對我斥著 我只是一直往前 我 這個時候 我被車撞倒了 聽到了景點的聲音 出現你這個 在這個世界前 OMG 男爵好可憐喔 看 天啊 啊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好吃 是? 在想各位,有誰知道豬肉帕是什麼嗎? 那些女生都壞掉了 我說 我說你們有了,你知道什麼是豬肉帕嗎? 這應該都一樣 好兇耶 好壞好壞 啊幹,我寫到什麼 想死 嗯? 喔 新的新的 我把李香奈還推進了車道 誒? 咚 李香奈還被車子碾過啊 死了 我把李香奈還殺死了 有,星期五還會去摄像紙 我等清醒後,我逃跑 我不想被懷疑,有目擊者的話就麻煩 如果有目擊者的話就殺掉 好多昏 李香奈曾由神優 不知道跑了多久 但是我腳停不下來 眼前出現一道亮的暈眩的光 車的燈光 我真是愚蠢啊 李香奈,對不起 一起 對不起 但是 我要 去那邊了 我好想玩另外一個 這點 vibr schauen communications 感覺我會令你 快點 safer 開心